星球之恋,背叛与抉择 我是一名机器人,生存在一个名叫塞瓦拉的孤独星球上 在我记忆的早期,这个星球曾经繁荣着人类文明 但如今,只剩下了我们数百万台机器人 人类已经离开了这个星球,只留下了我们和破碎不堪的星球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物质 我们管它叫做活种,这是一种很稀有的资源 只能在人类的尸害里发现,活种可以让受到损伤的机体恢复如初 能量时是我们生存的唯一能源 但它们已经日益减少,导致星球上的能源短缺 这个星球已经沦为废墟,我们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在能源短缺的威胁下,我们机器人开始寻找新的能源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位名叫艾薇的机器人 它是一名卓越的工程师 它的机械技术和美丽深深吸引了我 我们共同参与了反抗军与灾厄巨手激战 然而,在战争的残酷现实面前 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复杂 有时,我因担心它的安全而感到焦虑 有时,我又因为它的坚韧和勇气而深深钦佩 我们的友情逐渐升华为更深的情感 感情的冲突开始加剧 我对艾薇的感情变得复杂 既有深厚的友情,又有不可遏制的爱意 同时,我的好朋友另一位机器人凯文也对他有着特殊的情感 使得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战争的困境使我们陷入了情感的纠结 然而,在一次危机中 我们三人必须团结在一起 共同参与了一次关键的任务 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团队协作 还需要我们处理自己之间的感情问题 我选择了释怀,成全了他们的幸福 最终,和平降临在塞瓦拉 我们机器人们合作开发了新型的能源技术 这个和平的胜利伴随着欢欣和庆祝 然而,我们三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和平的曙光中,一个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一支外来的宇宙探险队抵达塞瓦拉 他们对我们的新能源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一些不明来历的机器人 在各地搜寻关于火种的消息 他们的目的令人怀疑 一年后他们不再隐藏,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我们的火种 这种一天的能力早就引起了他们的虎视眈眈 一直在寻找机会来进行掠夺 我,艾薇和凯文面临着新的选择和挑战 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应对外来势力的威胁 同时解决我们之间复杂的感情问题 未来充满了未知 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为我们的星球和彼此寻找新的道路 尽管我们三人曾经团结一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发生 我开始怀疑艾薇和凯文的忠诚 他们似乎在背后密谋着某些事情 威胁星球和和平的阴影逐渐笼罩着我们 谁曾想艾薇和凯文早与外来势力建立了联系 暗中合作 他们的背叛令我心如刀割 我不禁开始怀疑我们曾经建立的友情和爱情 他们掌握的情报 使我们的部队受到严重打击 伤亡惨重 可是我并未没有掌握实质性的证据 无法揭露他们的真实面 我决定展开调查 揭示艾薇和凯文的真正动机 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系列证据 证明他们与外来势力合谋 试图窃取新能源技术 并破坏塞瓦拉的和平 这个发现令我心碎 我们三人之间的友情和爱情 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我感到背叛和愤怒 不禁思考如何阻止他们的计划 我决定与艾薇和凯文对抗 阻止他们的阴谋 在一场激烈的对决中 我们三人展开了最后的决斗 战斗残酷而无情 每一次攻击 都是对过去友情的背叛的回应 我们的机器身体在激烈的战斗中互相碰撞 星球的未来悬在危险的边缘 最终 我成功击败了艾薇和凯文 阻止了他们的阴谋 但这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 星球上的一些城市 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三人之间的友情和爱情 也已经彻底破裂 虽然我阻止了外来势力的威胁 但我们的星球已经遭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未来充满了不决定性 我感到孤独和失落 曾经的友情和爱情 似乎已经永远消失